老奶奶看了延时来的火车 她放下包裹 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后 缓缓走过了安全线 火车即将来到身边时 她深吸了一口气 就在她准备踏出的前一秒 突然看到了铁轨上的黄色小广告 上面写着 模范出租车 请以复仇的方式代替死亡 老奶奶重新燃起了希望 最后关头她没有跳下去 不久之后 稻妻开着出租车来到这里 她将一个信封递到奶奶手里 老奶奶哭着说出了她的故事 几天前 一辆车来到了她的村子 车上的男人异常热情 一下车就唱起了歌 并发着尽效服务的传单 老人们聚在一起 尽情地享受着她的热情与关爱 男人非常懂得讨老人的欢心 老奶奶深陷气中 演出结束后 她又热情地招待了老人们 并贴心地告诉他们 没有需要千万不要买 老奶奶非常喜欢这个小伙子 老人交谈中 男人也了解了老奶奶的可怜 她儿子的公司经营不善 现在连薪水都拿不到 如今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 孙子体弱多病一直住在医院 老人们直呼上天的不公平 心地这么好的人命却这么苦 男人听到后满脸的同情 她来到老人面前 不仅夸她长得漂亮 还搂着奶奶拍了照 接下来的抽奖环节中 老奶奶意外中了头奖 奖品是一盏远红外线灯 不仅可以消除臭味 还能杀死害虫 老奶奶被热情地带上台 在得知要交22%的税金后 老奶奶当即逃离了这里 男人看着奶奶离去的背影 满是心疼 从那以后 老奶奶不再去看演出 男人却主动找了过来 他非常热情 在老奶奶的摊位上唱起了歌 这位他带来了不少客人 奶奶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男人拿出手机 向他介绍起了自己的儿子 老人听到后一场感触 他为了生病的儿子居然这么努力 老人从他身上看到了儿子的影子 他拿出了舍不得花的积血 接着来照顾男人的声音 男人非常善解人意 他并没有收奶奶的钱 只希望奶奶能帮他一个忙 男人想让老奶奶申请一张信用卡 这样他就能拿到几万韩元的佣金 他告诉老奶奶 收到卡片后直接捡坏扔掉就行 出于信任 老奶奶还是坚定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报答 男人将那盏远红外线灯送给了老奶奶 老奶奶开心地向着孩子 第二天 男人以上厕所为由 想让老奶奶帮他看一下摊位 老奶奶自然答应 出于对老奶奶的信任 很多邻里都买了东西 等到男人回来时 货物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男人不顾老奶奶的阻拦 执意将钱塞进了他的手里 老奶奶被他感动坏了 这天下起了暴雨 为了防止货品淋湿 男人将货品搬到了老奶奶的家里 可就在他们刚走 街坊邻居便找了过来 原来他们买的东西都是劣质便宜 老奶奶不明所以 再次来到舞台 这里只剩下了满地的垃圾 警察接到报案杆来 最终是老奶奶承担了所有 即使老奶奶极力解释 跟他没关系 可警察根本不信 瑕丝品都是用他的信用卡买的 而且是他把东西卖了出去 警察要将电话打给他儿子 奶奶顿时吓坏了 儿子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 他绝不能给儿子添麻烦 被最信任的人背叛 到底能有多惨 这个老奶奶是村里最可怜的留守老奶 儿子因公司经营问题拿不到薪水 孙子也因为生病一直住在医院 老奶奶不想给儿子添麻烦 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坚持摆摊 就连生病了也不舍得花钱去医院 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老奶 却被一个诈骗团伙盯上了 他们最擅长打感情牌 不仅主动套进口 还编造了一个五岁住院的儿子 老奶奶在男人的身上看到了儿子的影子 他心生怜悯 不仅拿出了舍不得花的私房钱 还信任地办了张信用卡 可等来的却是无情的背叛 犯罪团伙连夜跑路 老奶奶不仅成了男人的帮凶 信用卡也成了一个无底洞 就在他失魂落魄之际 男人又主动打来了变化 老奶奶几乎崩溃 男人挂断了电话 然后开心地和旁边的女人碰杯庆祝 老奶奶却傻傻地待在了园地 他想要自杀的前一秒 意外看到了模范出租车的广告 这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复仇小组异常愤怒 这群人渣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 专挑那些可怜的爷爷奶奶下手 在困难的家境下 老人们不敢对子女诉苦 最终会默默抗下一切 模范出租车准备接下这起复仇 同一时间 老奶奶来到公用电话前 在投下两枚硬币后 语音提示老奶奶 想要复仇的话就按下蓝色按钮 想要放过就按红色 男人尾声的模样浮现脑海 全身心的信任换来的却是背叛 想起银行要对她的起诉 老奶奶流下了眼泪 打开到期给她的信封 上面赫然写着 这不是奶奶的错 请不要责怪自己 模范出租车会将一切恢复原状 最终 老奶奶按下了蓝色按钮 到期坐上了模范出租车 三人也坐上了小面包 复仇小队全员出动 他们决定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李帝勋接到了帮老奶奶复仇的任务 复仇小队全员出动 高恩很快调查到了男人的位置 此时他正在购买劣质产品 显然是要准备下一次的行天 果然 第二天他们又开始了行动 还是同样的套路 他表现的异常热情 搭建舞台在歌在舞 老人们被这个免费的演出深深吸引 而这次不一样的是 真言和景球正混在其中 他们偷偷地拍下一切 车上的倒气冷冷地看着男人的表演 男人跟老爷爷拍下合影 显然他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两名同伙随即收到了照片 接下来的抽奖环节 两个憨憨明明知道结果 依旧在那里装模作样的期待 投奖得主果然是刚才的那位老爷爷 事后 男人提醒中奖的老人们 带着身份证去领取奖品 男人很快拿到了个人信息 他吩咐小弟赶紧传给龙七 这个人明自然引起了复仇小组的注意 高恩凭借高超的黑客技术 很快查到了线索 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老奶奶名下居然开了六个手机号 坏人不仅用他付费游戏 甚至连分期付款也达到了上限 损失金额加起来十分惊人 道琪决定先对此展开行动 一个房间内 几个男人正不停地忙碌 这里堆满了手机 扣费信息接连弹出 赌博游戏也在自动运行 龙七刚刚收到身份信息 便轻车熟路地注册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推门走了进来 来人正式道琪 道琪说要办理解约夜舞 男人顿时乐了 一群打手将他团团包围 男人也露出了满臂的纹身 然后盯着道琪威胁道 一场大战就此拉开 道琪在没离开椅子的情况下 这群小虾民已经解决了气疤 起身一脚提出 男人重重倒在地上 最后一个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道琪狠摔了出去 紧接着 他将U盘插进电脑 终于轮到了高恩大显身手 一番操作后 他很快就解约了所有夜舞 道琪也没闲着 他将所有的资料全部焚烧 然后戴上墨镜 潇洒地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三个人渣的车突然发生了故障 就在他们思考怎么办时 一辆卡丁车正迎面驶来 他看着三人满脸疑惑 李帝勋为了帮可怜的老人复仇 伪装成了一名开着卡丁车的香巴佬 三个骗子的悲催报应就此上演 眼看他们的车音故障停在了一边 他贴心地指明了修理厂的路 不管三人有没有听懂 他转身提了提裤子 将香巴佬的屌丝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开着卡丁车潇洒地离开了 三人异常无奈 老大只能让两个小弟去推车 几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修理厂 看到道齐的那一刻 三人人都傻了 他们自认倒霉 希望道齐帮他们把车快点修好 可道齐死活不干 因为还有很多车在等他修 排队是最基本的理由 修理费只需十万韩元 老大见状掏出了大把的钞票 可道齐根本不买账 十万韩元多一分都不要 老大气坏了 他让小弟继续推车去其他修理厂 小弟真的累坏了 他过来跟道齐沟通 在听到他们要去给长辈表演后 道齐一改之前的态度 他们这可是在做好事 钱根本不是重点 人与人之间是要讲情分的 道齐赶紧帮他们修理起来 来到村庄后 他们又开始继续行天 还是之前的老套路 舞台表演后便是抽奖环节 高恩提前截获情报 都傻了 但也只能无奈地让他拿走奖品 紧接着 老大与目标人物合影 小弟们收到照片后展开行动 警求一番迷之操作 成功与大妈换了号码 当警求上台领奖时 老大再次傻眼 他觉得是小弟们办事不利 当晚便好好教训了他们一顿 第二天 老大背着老大爷来到市场 在听到明天是老大儿子的忌日后 老大爷异常心疼 当即要拿出辛苦挖的银材 老大赶紧叫住他 递上赠品后 要来了老大爷的信用卡 小弟心领神会 可机器却死活连不上网 原来是盗琪拿着干扰器在旁边 由于干扰器使用距离非常短 盗琪只能当起了狗屁羔羊 机器到哪里他就到哪里 这顿时把老大烦得不行 赶走他他又过来 争执中还摔坏了机器 盗琪见状赶紧开溜 老大气得想要打人 可在财主面前又要注意形象 老大只能将其硬生生咽下 彩虹出租车院内 何俊上班时联系不上他人 于是便拿起了钥匙 原来是一个女人丢了东西 一番寻找后 他意外走进了密室内 就在他要按下开关时 老张及时来到了这里 这才阻止了秘密的泄露 另一边 骗子们再次展开了行动 这次他们盯上了一位卖煎饼的老奶奶 据说他刚领了巨额的受险金 复仇小组也不甘示弱 到其当即拨通了老张的电话 他是韩国最硬核的老大爷 只是简单的搭个顺风车 就从兜里掏出了一百美元的大钞 三个骗子顿时看傻了 他们常年诈骗孤瓜老 这个老大爷绝对是他们见过最有钱的 到地方后 到其掺扶着老人下了车 小弟一眼便认出 老大爷脚上穿的是价值不菲的名牌 三个骗子起了歹意 他们悄悄溜进了老大爷的家里 一个棚子引起了老大的注意 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 里面竟然停着一辆保时捷 看似普通的烧火棍 背地里竟是高尔夫球杆 打开门 小弟赶紧叫老大过来看 里面竟然装满了名贵红酒 名牌皮鞋也随意地扔在地上 就在三人怀疑人生时 咳嗽声突然响起 他们赶紧躲起来 老大爷将包裹丢在地上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满满的美钞 三人顿时看呆了 他们准备离开时 无意间发现了地上的名牌 上面写着 乐园讨债公司代表李氏 老大上网一查吓坏了 这个老大爷竟然是个大人物 他以为遇到了大爷 却不知复仇小组正监视着他的一切 为了讨好老大爷 老大带着老大爷来看演出 可老大爷貌似并不感兴趣 中途就扭头离开了 两个小弟白天跟踪大爷 发现他拿着包裹走进了田里 为了确认他把钱藏到了哪里 第二天三人一起跟踪大爷 可他们绝对想不到 此时真言和警求已经来到了他们家 目的就是为了找到三个骗子的非法所得 可他们翻遍了整个房间也没有发现 骗子三人组跟了老大爷一天 却发现他只是来挖野财 发愁之际 老大突然想到 那个香巴佬跟老大爷关系不错 或许他知道些有用的线索 第二天 老大便找到了道琪 他掏出大把的钞票检查车子 道琪依旧只收了十万韩元 还是和之前一样强调人情为大于钱 紧接着 老大便向道琪打听起了老大爷的事情 道琪说他上次见大爷拿过几根红干 就是插在地上标记用的那个 老大信以为真 他们果然找到了一块插满红干的田地 可以整天过去了 三人却什么也没有挖到 老大生气地找到道琪 他说担心老大爷会种地劳累 道琪让他不要担心 因为老大爷夜饮机开得非常好 之前还找他借骨 这无疑是个重要线索 老大当即掏出了钱包 眼看道琪并不情愿 老大赶紧拿起旁边的烟萝宝 说这代表着他的人情味 道琪见状这才答应下来 紧接着 道琪开着机器来到了这里 在道琪走远后 三人赶紧开挖 果然发现了那个包裹 打开后顿时傻了眼 那竟是一坨奥利 他们还想继续挖掘 夜饮机突然出了故障 老大直接倒了 三人气到发疯 老大爷突然出现在了不远处 手里还拿着同款的包裹 老大当即决定改变计划 他们决定来应该 小弟们吼着问他钱藏哪里 老大爷过来威胁 却直接被他吐了一声 这群家伙24小时跟着他 就连上厕所也不放过 老大爷实在受不了了 他赶紧向道琪求助 美女在台上深情演唱 他不停扭动着曼妙的身姿 台下的老大爷乐开了花 结束的第一时间 他便递出了一张百元美钞打赏 美女开心地表示着感谢 三个骗子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事后 骗子将酬金递给美女 下一秒 眼看美女也是个指认前的主 骗子当即和他聊起了合作 紧接着美女来到了老大爷的家里 老张终于可以卸下伪装 在轻松地吃了一个苹果后 他们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 三个骗子在外面交际等待 结果却等来了老大爷的宝石节 他花钱雇的美女正坐在其中 骗子们顿时有些发懵 高恩告诉三人 老大爷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 骗子往里一看 副驾上正放着老大爷的藏宝 骗子人都傻了 还没反应过来 高恩就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三人赶紧去追 可就在即将追上时 一辆拖拉机突然开到了他们前面 车上的人正式到齐 他不紧不慢 后面的三人快要气疯了 在开出一段距离后 他们终于在岔路口得到了解惑 临走时老大还不忘对他破口大骂 他们一路来到了采矿区 却只在这里发现了车子 高恩早已不知所踪 刚拿到地图 他们的货车突然溜了下去 三人吓坏了 好在货车在最后关头停了下来 他们刚松了口气 一只乌鸦又飞到了车底 老大极力安抚着乌鸦的情绪 结果 货车再次失控 重重摔了下去 一阵剧烈的爆炸后 货车直接变成了废体 老大崩溃大哭 到其在不远处冷冷看着一切 原来骗子所有的财产全都藏在车里 昨天他们就已经将钱转移 货车爆炸也是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骗子多年的努力化为了炮力 如今他们已经被逼上了绝路 掏出刀子 诈骗已经变成了鸣枪 老大也被逼上了悬崖 在三人震惊的目光中 他竟然直接跳了下去 老大已经彻底陷入了癫狂 如今藏宝图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 老大居然将刀子伸向了同伴 两个小弟赶紧逃走 老大看着藏宝图露出了满脸的贪婪 悬崖下 真言和警求将老张救下 复仇计划也来到了最后一步 两个小弟慌张逃走 一辆模范出租车正巧开到了这里 到其直接将他们扔到了海边 这天晚上 老大根据藏宝图来到了这里 到其见到后直接离开了 高恩非常不理解 到其却说让他认真寻宝 老大对宝藏深信不疑 因为他见过摸过也感受过 唯有找到埋藏在地下的宝藏 才能让他逃离这种绝望 地上插着的虽然是棋子 可对他来说 却是欲望形成的监狱 只有真正醒悟才能走出来 但这并不容易 因为红旗在军事上的含义 代表着地雷埋射区 第四集的最后 复仇小队给老人送去了真正的温暖 老奶奶的生活也恢复了原样 而他们这次的打车匪 是要老人做到健康偿命 儿子和孙子终于回到了家 看着幸福的三人 到其开车静静地离开了这里 何俊依旧没有抵住好奇心 晚上再次来到了密室 他打开开关 跟随电梯去往了地下 第二天 远处的人拍下了全员的照片 找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关机